汪小菲21日被周刊爆料 拖欠大S超过500万元的生活费 让她气得在微博狂发文暴走 各种爆料大S一家 甚至放话明天就要来台湾正面对决 大S在沉默8小时后 终于透过律师发出声明表示 从认识汪小菲的第一秒至今 从来没有伤害过她的身心 至于离婚原因 我为了小菲及其父母着想 主动提两方缘分已尽 好去好散为离婚理由 并保证此申不出恶言 我也说到做到 不过因为自己被汪小菲封锁了 所以没能第一时间提醒她 误情绪性发言而触发 非常抱歉给大众带来负能量 生命里她也证实 汪小菲明天就会来台 表示孩子们都很期待终于要看到爸爸 对于孩子的监护权 本人也从没想过单独监护 而是共同监护 她自始遵守双方调节内容 不曾于媒体负面发言 也向来祝福汪先生 所有媒体报导并非其所愿 情本于孩子的最佳利益 就此停止纷争 似乎是在回应前婆婆张兰 在直播暗指今天的一切 都是由DICE向媒体爆料而起